工地旁大型掉臂 不知道什麼原因倒塌 不偏不倚 擊中停在路邊的百萬名車 駕駛趕到現場超級傻眼 先讓貴重物品拿出來 但愛車遭掉臂砸中 整台車凹陷變形 差點變成兩半 應該半個小時 小孩半小時 小孩子在上面上課 因為孩子在樓上補習 自己也跟著在上面等 沒想到愛車停在路邊車格 天外飛來大型掉臂 名車瞬間變成破銅爛鐵 公司這邊會顧如全部的責任 這個地點發生在高雄九如一路的 一處工地 負責人強調會負起所有的賠償損失 而當地離場也趕來現場 說這裡是要蓋15層樓高的大樓 只是好端端的又沒有風 掉臂怎麼會突然掉落雜車 老闆是不是他蓋房子 是真的很OK 怎麼還會大聲這個 那就是可能他們那個 泡上的問題 強大的撞擊力道 也將柏油路撞出一個坑洞 初不了解是因為鋼神突然斷裂 導致這一起公案意外發生 女車主被通知下樓 看到車子成了這副模樣 實在好無奈 而包商坦承書時 承諾會賠償到底 但也慶幸的是 當時他跟孩子都沒有在車上 否則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記得蔡仲勳 潘穎文 N小組 高雄報導